天气突然转换了 马来西亚热天来到冷天国家 我的脸直接不适应 爆炒了 噢噢 你们看一下我们明天会去的地方 登登 就是这个古宝 从我们的酒店去到这个古宝 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单单去而已就要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明天要很早很早起床 我很期待耶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这个地方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这样快就可以去了 刚好现在要吹头发了 我就顺便教大家一个 如何把头发吹到很蓬松 很显发亮的方法 因为我发现哦 我每次在IG postQ&A的时候 都会很多人问我 我是怎样保养头发的 发子怎么会这样好啊 有什么秘诀 有什么方法之类的 秘诀咧 肯定是有的 我对头发很注重 因为我觉得头发是我们人的第二张脸 我记得我在上两部影片 也是有教过大家 我平时出门之前是怎样set头发 让我的发量看起来很多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 不过咧 我今天教你们的是另外一个方法 而且呢 这个方法不管是谁都可以做的 首先咧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 吹风筒 每个人家里肯定都会有吹风筒 所以 这个 我们一定要学起来 我在教你们吹之前 我真的是要给你们安利我手上 这一款吹风机 这个是 这个呢是来粉SIFT SE的大式吹风机 它很好用 你们看我出国都要带着它就知道 我多爱它 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大多数的人 还是在用这传统式的吹风机 就是 它的风又小又一个 而且呢 你睡觉了 然后看头皮 可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用啦 因为很多人都对吹风机不是很讲究 就觉得 吹开一个头发可以不需要 用到不好 是吗 你认真想想哦 包括你自己啦 你身边 十个人 有九个都是有关于到头发的问题的 就是比如 掉头发啊 很干很毛躁 但是基本上哦 所有人都会把这些头发的问题 放在 十发产品身上 其实呢 认真想想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问题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 也是出现在 吹风筒身上 这种传统吹风机哦 你长期用下来啦 是会 损坏你头发的毛眼镜 而且呢 我把他吹干过后 是 很干很毛躁的 加上它的温度很高 头发不只是慢干 吹久了 你还会看到你的头皮啊 是会打致掉头发的 所以哦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头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 如果你要你的第二张脸 好看的话 就不要再用传统吹风机了 这个LIFEN SWIFT SE的 高速吹风机 它是可以很快的吹干我们的头发 而且是不伤发的 重点是呢 它是有2亿级的腹底级 所以吹出来的头发是 非常的柔势 脖子是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你长期用下来的话 你的脖子一定会有改善 给你们对比看看 这两个的风力到底有什么区别 能看到吗 它的风速是不是超大的 它就是用高风速来吹干我们的头发 这样子呢 不止不伤发 而且头发很快就可以干 带来就是我们平时看到普通的吹风机的温度都只有两种 但是这个LIFEN的特点除了它是高风速 还有就是它有四种温度可以选择 而且呢 它很轻 或者是带出国啊 放在Lagash啊 也不会占重量 也不会占位置 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不会很潮 因为我本身呢是很喜欢一面吹头发 一面可能看戏嘴剧的 之前呢就吹头发 我都听不到电视剧的声音 我用啊来分过后 我可以一面吹头发也可以听到 有时候大神叫我啊我也听得到 因为它的噪音很小 所以很像大神现在在睡觉啊 我怕吹风闹吹头发也不用怕会吵到它了 是时候呢 要来教你们 要怎样吹出一个蓬松的头发 首先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先把你的头发束顺 吹这一切的头发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往下吹 这边的时候就往这边 用这方向去吹 前面就往后 然后吹后面的时候 你的整个头要这样子倒下来 那给你们看我用多长的时间来吹头发 虽然现在的头发 因为刚刚讲话已经棒干了啦 不过还是试试的 Start 很快我刚刚讲真的很快 平时我的头发这个长度 我要用15分钟 但是因为刚刚我跟你们讲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的头发干了很多 我以前有探想这个吹风机 我只用了4分钟 就可以吹干了 就是全式的那一种 这样子的方式 吹出来的头发 就是这么的蓬松 你们用我这个方式吹头发 如果是用来吹风机的话 会更加分啦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省时间 很快吹干头发的同时 还能一定程度的帮助你 养头发 差不多就这样 40户要去睡觉了啦 明天要很早起来啦 我们现在来到了油站 可以吃东西上个厕所 现在还很早诶 7点48分 我现在是还没有化妆了 因为我觉得时间太早了 去到备用三个小时 我反正就直接在车上化妆 Yay 这是我们的早餐 我加了一个 Bacon 汉堡 Muffin 等一下在车上可以 直接解馋 Donut 和 Croissant 好事 Mu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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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抵达古堡啦,可是古堡还在很远,不过我们停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整个古堡的超级无敌美 哇,你们看,哇,很美很美 现在我们要走路去,进去靠近一点拍照,因为只能走路进去这边,整个都是草原,然后旁边都是羊 然后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羊食,那边更夸张更多 这边就有一个啊,啊,那个羊食找他啊? 羊! hello 我本来要走的,幸好我停了一步,因为这很多都是羊食,幸好我有看下面,不然我整个脚踩下去了 他们正在中间,有那个水的包围,然后拍到那个古堡,超好看 你看,那边有一只狗,很开心啊! 它现在去水玩 哎哟,哎哟 哎哟,hello 要嗨喜好宫拜拜啦,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很美很美的照片 因为我,没有人帮我抓vlog cam,所以也拍vlog给你们看 可是,你们如果要看照片的话,可以去我的IG看 我们来到了比较靠近它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这边全部四周都是餐厅 我觉得古堡最美最best的view就是我们刚刚去的了 因为这边的话就,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哦 我们现在就要找餐厅吃午餐了 啊,很美 这个餐厅看着古堡的view更好看 可是很可惜,这边的restaurant很多的fullie book 所以,简论就是我们问了第三家餐厅也fullie book 所以叻,如果过后你们有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想要在这边吃东西啊 最早要提早预约餐厅哦 所以我们现在的plan就是 因为我们特地来这边三个小时就是为了要看这个古堡拍照 然后现在拍照也拍完了啊 只能往回巴黎的路上随便找一间餐厅停下来吃 小坏蛋 什么? 刚刚睡觉 姐姐听到跑跑马上听了 什么? 谢谢 我马上还没有 很理反应 好,大家 我们昨天回比去还要花更长的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车很久很久很久 我们好像是下午就开车回了 18点才回到酒店了 我们就开始收拾行李 因为昨天是我们在Paris的最后一天 我们会下一个地方 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 然后我也没想过我会去这个国家 它是很像Santorini这样子的 就是向海 然后那个建筑高高的白洞子 我们现在要准备进机场了 ll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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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大神刚刚降叉的原因 因为我们刚刚是坐这种飞机 你看它的螺旋转 超大个 我们终于到 Mykonos啦 我们今天一整天也是一个坐飞机等飞机转机的一天 我们从巴黎飞到雅典 再从雅典飞来这个Mykonos 我出现了一个突发状况 我两个啦 全部人的都倒了 接下来我的 我这次来我总共都有两个来到 两个都没有 那从来西亚一线 来西亚一线的国人从突发 我从这里来到突发 上次是冰岛也是这样 这次来这里也是这样 上次还是一个没有到 这次是冰岛两个没有 我们现在要一个一个check一个号码了 因为机场的人已经把号码打乱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行李是什么号码 我们走的 不见了三个 但是那边的人刚刚讲 他们费到的是只有两粒 才一粒空门不见掉了 不过幸好的是 我们有把很贵重的东西放在爸爸那个乡译里面啦 钱啊重要的东西我都拿在hand carry了 我还没跟大家update我的行李箱 现在是第二天了啦 整体来讲就是呢 我们总共丢失了三粒 但是呢他们在system check到的是只有两个 还有一个叻是没有tracking number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我们在paris机场人员把我们check in的时候 把我们的号码还有名字掉乱了 因为luggage很多的关系 它好像也是漏了一个luggage要check in 所以叻我现在就是撒了一粒luggage 找到的两个呢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另外一个人的 我还有一个叻 就不知道在哪里 不过已经有很尽量的在问着机场的人了啦 也希望他们可以帮我找到 所以让你们看一下我们住的酒店的风景吧 看看好的东西 转换一下心情 我们有一点衰 为什么叻 就是因为这边一年只下五次雨 然后其中一天就给我们遇到了 我们也睡醒就下雨 虽然行李没到 但人还是要出来走走 所以我现在是穿着一身 难踢 来买衣服 要先试衣服 可是我感觉 这里的衣服有一点难 因为我太瘦啊 这边的衣服好像有点大件 但是它是只有一个size 这个我觉得没有衣服会比较好看 可是感觉很大件 会吗 这样子就是没有带的 这个 你喜欢吗 我喜欢 这个价钱有点可怕 我穿的那一件要500多欧 500多欧 他就讲可以扣 400欧 400欧是吗 425 425 425 20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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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不下手 现在就要来他们去买一点 不补品 看能不能 不用带上庸床 很大雨 太大雨了 太大雨了 特别特了很难夹 太大雨了 小杰斯不倦 又下雨 鞋子又进水 又买不到衣服 我靠 看这个水流 我的脚 鞋子吃完了 所以这条路是要讲过 我懂 那边 上面啊 很 哇 诶 上面是不是毛毛鱼 OK 来 这条路 有点 我看 Micky丢 宝贝表演宝贝 哇 重步重步重步 哇 还有个狗在这边 哇 很可爱 太可爱了 我的心里 两个回来了 我的心里 两个回来了 两个回来了 你里面还可以摆到 有啊 宝贝你这么贵 开心吗? 不行耶 很开心耶 我没有想要哭可是真的太感动了 我以为我没有衣服穿了嘛 为什么我会突然点哭是因为 其实我昨天就很想哭了 我昨天晚上哦 我从机场坐在车上来到酒店的时候 我在车上我就已经是很想哭了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这样衰 昨天到今天24小时都还没有过啊 我就是从没有luckage的心情到现在luckage 回到我眼前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没不明白我的感受 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想不大做luckage帽吗 衣服不见了可以买 重点是我们今天去试衣服的时候 一件衣服就要2000块嘛 比我哪里买得下手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 穿衣服穿妹妹拍照化妆的人 这些东西不见到对我来讲打击真的很大 而且我又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没有的拍照没有的化妆 我觉得我已经是跌入地狱了 然后主要就是我已经是在我的心里哦 给我自己一个强行针 告诉我自己我只能拿回一个luckage 我另一个已经没有机会了 90%都不会回来了 我已经是给我自己一个强行针了 但是当我看到两粒一起拍的时候 你们懂那种感受吗 就是很开心就对了啊 这个是喜极而泣的眼泪来的 你看有个猫猫走进来哦 这个猫的猫真的是很fluffy哦 我们试试我的味道先 可以摸你吗 打扮美美心情美美 我现在打扮好了 准备要去拍美美的照片了啦 给你们看天气勤满的Mikondos 刚刚同样的 我也是去拍了照 但是还是一样没有拍到我在拍照 因为转机拍照又不能拍vlog 你看 现在要出去拍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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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 7月到9月是Mikondos的旺季 所以这边的店会看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这边玩啦 然后又想要有的买东西的话 可能你们就要做好功课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不是旺季 所以很多店的光 我们来这边就等于就是来秋秋拍照 吃吃东西 他的restaurant也没有开很多 对 对 restaurant就也很少 对啊 如果你们是来拍照的话 建议你们想我们这样吃这个事 因为没有人了 我看前面 其实这些都是店来的 可是全部都没有开 这整排都是店 这整排都是店整排都没有开 然后这个orange色就是我们每天必来的 因为只有这间早货店有开 有卖水有卖零食 就在这里啦 不是吧 你们看这只猫猫 怎么可以这么这么有福气 你很有福气耶 这样走走一下太阳就下山了 然后天也要暗了啦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vlog也可以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你们看美丽的夕阳 拜拜